光复香同样是今天举办了盛大的模范母亲模范婆媳表扬活动 今年光复地区有13位的模范母亲还有一对模范婆媳受奖 现场灌溉云集共同欢庆这温馨的时刻 不论是部落妇女还是社区婆婆妈妈姐妹们 在光复香庆祝母亲节表扬大会的舞台上 个个载歌载舞来暖场 不仅是为妈妈们也为自己献上母亲节的祝福气氛热烈 各村模范母亲也逐一上台 接受乡长林清水及各级展官的颁奖表扬 亲朋好友也都到场献花祝福 场面温馨热闹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不仅亲朋好友向亲民众踊跃参加 各机关首长名义代表部落头目村长等等 也都到场签和祝福 我们祝福各位候奖人 因为你们辛苦 努力得到各村村长的推荐 所以今天工作一个小小诚意来办这个活动 明天就是全世界的母亲日很清洁 所以各位母亲天会很大 这个机会首先要祝福今天 在座各位母亲 各位妈妈小姐 母亲节快乐 部落大家集结起来 当然一起庆祝 庆祝母亲节 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的文化 让台湾的文化更加的豐富 更加的豐盛 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国资国财 行程满党的县长 雪正威也在活动最后一刻赶到 亲自献上祝福 而光复山公所母亲节 庆祝活动表扬 乡内13位模范母亲 以及一对模范婆媳 现场关盖云集 一起同庆同乐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之 年轻民必须地